一家离职率为零的餐厅 里面也不是有什么很好的老板和福利 只是全靠一种特殊手段在留住员工 李扬是一名世界级拳击冠军 隐退后 在马阿密开了一家餐厅 有着名人效应的他 餐厅生意非常好 并且店里的离职率也非常低 不过不是他对员工有多好 只是每位员工离职前 都需要与他进行一场拳击比赛 在这种铁腕政策下 他们就算是爱苦 也得把这口气咽下 李扬的妹夫小胖是店里的经理 一天李扬找上他 说自己在与岛国人的赌约中输了 需要支付对方两万块 由于他在月球上买了一块地皮 手头有点紧 于是要小胖在一碗挣到两万块 不然餐厅就要被收走 但小胖苦兮兮的说 餐厅盈利最高的一碗 不过也才挣到一万五 但李扬不管 他只想收到好消息 面对拳王来自生命的威胁 小胖只能答应 而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他制定了奖励机制 在餐厅打样前 谁的营业额最高 就能获得演唱会的门票 员工们一听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斗志昂扬 说起推销 女员工的优势就更大一些 米娅释放出自己无限的魅力 忽悠了一名名男顾客点单 而卡尔就出师不力了 她的顾客来了一个小时 就点了一杯白开水 看着其他人 为客人上最贵的菜 她心里自然有些不爽了 大家的积极性就明显下降了 当着小胖的面 在后厨浑水摸鱼 一个小时过去了 营业额才两千块 小胖一问一下才得知 原来他们知道 演唱会的女歌手 都不是自己喜欢的 于是门票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但小胖时刻铭记着 李扬的铁拳 毕竟要挨揍的是她 不是别人 于是她就自己掏腰包 盯了四天三夜 温泉赌场度假村的总统套房 获利的还是营业额最高的那人 于是下一秒 员工又投入到工作当中 但康纳迎来了新的难题 她有一桌客人 今晚要向女友求婚 请她把戒指藏到蛋糕中 这么美好的时刻 康纳当然一口答应下来 但大家在向客人 推销最贵的菜笔时 小胖来到后厨 一口吞下了 那藏有戒指的蛋糕 吐是吐不出来了 只能尝试把它拉出来 康纳向客人费劲口舌 才让她答应 把求婚推迟一个小时 在这一个小时期间 大家依旧在努力推销菜品 有舞蹈基础的米亚 暂时荣获榜上第一 但悲伤总是来得太突然 卡尔在蹲汤时划了一跤 就将她手上的热汤 全数撒在米亚的脸上 于是她跌到了第二 期间 李扬过来查了一次账 发现营业额只有一万二 就把所有人 都叫到办公室训了一顿 还重新制定了新的奖励 排名第一 就能获得一万元 而最后一名 就要和自己进行拳击比赛 这下 大家的热情 前所未有的高涨 排名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 有的人会好 也有的人会差 卡尔的客人 还是再来一杯白开水 新来的卷毛排在了最后 就在大家为一万美元 作斗争时 小胖的肚子终于有了反应 成功拉出了戒指 塞进新的蛋糕 个人的女友 吃的是一脸回味无穷啊 求婚仪式也成功挽回 另一边 店底的卷毛害怕被老板打 就躲在厨房一脚哭泣 好心的艾莉见到后 就把自己最好的衣桌给她 并答应帮她推销菜品 就这样 一直在招呼客人 喝白开水的卡尔 变成了最后一名 餐厅打样后 李昂结算了今晚的营业额 发现最后只赚了一万九千 她本来也不打算给第一名奖金 甚至拿走艾莉的小费来垫上 见状 小胖忍无可忍了 她站出来 为员工们出头 公然挑衅李昂 甚至还想和她打上一架 但李昂也不管她 反正结果怎样 都是给岛国人两万日元 等等 你说的是日元 李昂也没觉得哪里不对劲 在她看来 日元就是日本的美元 旁边的艾莉给她科普了一下 两万日元相当于一百七十美元 李昂好然大悟 于是她按照约定 把一万美元交给了今晚的第一 剩下的钱就留给其他人瓜分 当做是团建经费 当然 最后一名也没逃过李昂爱的拳拳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愿意到这样的店工作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拳王开饭馆 我们下次再见